大家想太多啦 其實就是一個過年前的餐序 然後 當然一方面 這個跟大家拜年 那第二個我覺得 大家也覺得此時此刻 國民黨 我們應該讓外界 有一種團結跟團圓的感覺 那其實就是一個 一般的餐序 我們要開美機 抱歉 我們要開美機 是我的照片丟給小編 小編可能覺得光線太暗了一點 把它打亮一下 讓那個畫面呈現得更清楚 然後更好看 因為年前嘛 總是希望讓看的人覺得 看得清楚一點 然後看得這個比較好看一點 請想一下這張畫面 其實就是因為大家也知道 前段時間大家都很忙 不管是黨務工作 選務工作 補選的 或者是各自自己的工作領域都比較忙 然後在過年前 大家有一個時間 那韓市長也提議說 我們可以聚一下 然後參續一下 其實就很簡單啦 那因為過去我們大概個別私下也都有參續 可是倒是第一次我們四位能夠在一起吃飯 那大家感覺蠻好的 所以呢 這個參續後大家就爭著說 下一次誰要來安排 那下一次我們就邵康兄吧 那我大概就是等他們都請完我再來 有人說這個照片的排序是頭髮多排到頭髮少 很幽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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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國民黨也需要幽默喔 那所以下一次我頭髮流長 我會跟邵康兄換位置 如果有人認為說這個四大天皇的巨大疫情是 照片方向韓國瑜是想要為20分子來鼓勵嗎 大家都想太多啦 我們其實就是簡單跟一個我想一般的餐序喔 大家聊聊天喔 那因為我剛剛提到的 真的前段日子我們都比較忙一點 彼此也比較少有這樣能夠坐下來吃飯聊天的機會喔 那至於其他的這些選務工作啊等等的 我想那個就算要談也不是在這樣子的場合來談嘛 因為這是參序這不是決策的場合 那這個黨中央的決策我們還是要尊重主席 主席他有他的決策權也有他的任命權 那所以他決定怎麼樣來帶領國民黨 這應該是由主席來決定 那我們作為黨員我想我們就是全力支持這個黨的一個決策嘛 那重點是國民黨雖然會遇到困難挫折 但是我們也不要怕苦也不要畏懼也不要畏懼 就是應該是勇敢跌倒的爬起來沒有關係 我們繼續向前行 尤其在新的一年大家更需要面對新的困難挑戰喔 我們拿出新的對策跟方案來面對所有的困難的挑戰 我想這也是支持者希望看到的國民黨 這一定會對警察的士氣啊构成衝擊喔 因為我們都知道警察他不分黨派他不管誰執政他就是依法行政 那現在依法執政被判國培 對於所有的警察同仁他們絕對不能接受 尤其是最基層在第一線的警察同仁 他基於他的這個職務之所在 來執行他的公權力 那最後被這樣子判為變成警察是違法 因為國培的意思就是你犯錯嘛 你違背你的職務嘛 然後你沒有依法然後造成傷害所以才國培嘛 所以這國培表面上是一個賠償的數字 但實際上的意義是大於這個數字 他可能是對於未來警察在執行公權力上面 會是一個相當大的一個 應該說心裡面的一個芥蒂吧 那警察能不能夠充分的行使公權力 這恐怕會對他們構成士氣上面的影響 其實我之前我也說過 我們絕對是樂盡我們的總統副總統 包括行政院長高層出訪 能夠有一些外交上面的突破或作為 包括這一種非正式的碰面 巧遇也好 打招呼也好 寒暄也好 因為我們邦交廣有限嘛 那主要的這些大國根本又沒有邦交 所以跟他們這些政治領袖的會面 往往必須透過這樣子的非正式的場合來霧面 所以如果有這些場合大家能夠相互的握手寒暄 當然現在不能握手 但至少能夠碰個頭 聊個天 我想起碼畫面就是很好 那第二個我覺得 這過去以來都有 這也不是第一次 只是希望說 在這些表面上面的這些外交舉動之外 有沒有哪一些實際上面的雙邊的合作作為 能夠提升彼此的一個實質關係 這恐怕也是在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元首或副元首 非正式物面的外交底下 更應該要去做的 就是一些實質面的雙邊的合作的事情 我想問一下說 昨天那個聚餐 怎麼會沒有偶佑 那原本有邀請他在這邊嗎 邀請的不是我 所以我不知道 實際邀請狀況我是受邀者 那所以這部分我並不清楚 那我想問一下說 韓市長說在會議中跟本中他的下一步 因為他有說他覺得 個人零點有在 那他跟你說 他在臉書上說的 那臉書上說就是跟大家正式這樣宣佈 可是參會裡面沒有提到這一些 主要是在就是大家聊聊天 聊到他的禿頭遺傳這樣 好 謝謝 我們沒有談到任何選舉的事 沒有談到任何選舉的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